跟進一下 兩任特首狗咬狗 這個好看 我不是說過 梁振英不會就這樣罷休 但梁振英一向有黨性 梁振英是有黨性的 開麥克風之前我問過阿龍 以梁振英的說法 李家超是跟進Party Line 他昨天在記者會裡面說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堅持開發東北 堅持要做地 因為我們要採取主動權 我們不能讓控制權 交到固化繁尼那裏 利益固化繁尼那裏 利益固化繁尼那裏 就是地產商 講到這麼白 其實已經很白了 講到這麼白的時候 其實就是已經很不妥的地產商 已經很不信任地產商 尤其是最近 昨天啟德又流標 一定是覺得 地產商又是合起來 但你又不可以這樣講 我們看本土研究社才講 你居屋那邊現在的 申請創十年新低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是地產商 在商延商 你政府自己都搞到這樣 也就是市差 我不投 我要散掉現在 各大地產商加起來 十萬個單位 自己都想不到自己 但是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一回事 政府就不會這樣想你的 政府不會有同理心 想你什麼地產商 做生意很困難 借了多少錢 關我什麼事 他現在覺得 你過往賺了很多年錢 即是當年施永青 他說大陸 那些中介追他錢 又說他走去掃 又說走去掃 那些中介追他錢 他就說 我前面被人拖掃 我都想出糧 但問題就是 那些發展商 沒有錢給我 他都走我掃 那我怎麼來出糧 然後內地公安找他 地方政府 深圳政府 又找他 就說你都賺了這麼多年錢 是吧 即是沒有道理可說的 做官那些不明白做生意 即是他有他苦衷 沒有的 即使是借回來都好 總之你都風光了這麼久 即是他們是這樣說話的 又或者早十年 慢慢開始在各個不同的渠道 已經在說 習近平感覺到共產黨沒有錢 所以他要求的是香港商人 要做一些叫做報效 因為他覺得 所以他覺得 所以有什麼 零波幫 即是叫做零波幫 向零波幫喊話 習近平 一直他的思維都是這樣 就叫你抵想一點 共同富裕 是我這麼多年給你 你 你是不是應該 在不行的時候 幫回我 是啊 那好了 就現在最新 哎 哎 又忘記了 那個什麼 等一下 好了 現在最新的情況 就昨天 我見這個光傳媒 光傳媒講我才知道 光傳媒 就是給大家多個理由 光傳媒 光傳媒 他是幫我們看了那些要付錢的東西 其實是 包括 是不是你才知道 嗯 或者是外媒 就是 因為他就是 就有辦法 是可以 就是 就是 審錄他講的東西出來 做回中文報道 很簡短的 給你看看 那據聞呢 就今天 李善智 明報的李善智 就做了報道 李善智 我們就是信報看得多 是不是 余錦然看得多 李善智就是官場的爆料 那他就說 李家超的回應語氣都挺重 似乎有跟梁振英隔空過招之勢 就是他在說昨天所說 是吧 就是講李一股發販利的問題那裡 就是他說 有些官場中人裡面說 就是李家超的同事 是不是 就是李家超 叫 現在哪個發展局 或者 可能是誰 寧刊號 下面的年輕人 就估計 就是要放學封 給李善智說 梁振英呢 就對於做地的質疑來講 似乎是衝著交易州田海而來 那這個是我的招頭 因為交易州現在是探萬版 甚至乎是拉布這樣拉死他 我覺得是 已經沒有那個意志在搞了 但是呢 他就說 政府不否定梁振英的關注 但是對他的公開批評 就頗為不悅了 是不是 嗯 政府就是講李家超 要不你講李家超 就講林漢豪 是不是 這頭你又開東北 我堅持要做地 那你那頭呢 就在那裡撥冷水 又說什麼 就是供求失衡 然後又說最後一次賺錢 說到這樣 喂 李家超一向都說的 是不是 我們現在 就是千帆並舉 由智及興 是不是 你竟然說最後一次賺錢 你算怎樣 現在是 你現在這樣說話 撥冷水 那他又說 李家超那些反駁 就是叫做 以子痴毛公子之囤 就是李家超所說的話 當然是說回 就是所謂的過往政府的經驗 告訴我們 如果不做地的話 最後最後就會有很大的代價 就是要有主導權 沒有主導權 然後就被地產商說了 是吧 不如這樣說 以前你梁振英 做特首那時候 不是也是這樣說 做特首之前 你不是也是這樣說 所謂供求問題 供求問題 這個沒錯 啊啊啊啊 梁振英所說 但我覺得不應該是梁振英的身份說 因為講供求的問題 其實是代表著市場的關注 代表著地產商的關注 代表著一般的商人的關注 外資的關注 就不應該是共產黨的關注 李家超是黨員來的 你作為黨員 是關注一件事 為什麼要開發東北 這個政治問題 多於長年來的經濟問題 那時候已經吹得很厲害了 就是香港一定要遷刀 為什麼遷刀那個原因是 就是在我們讀書的時候 已經是不知是建制中人那裏聽回來的 就是說 因為 無論是說舊的政府 政府西域在中環 還是今時今日在今中 有人說過馮英倫啊 是呀 馮英倫也好 不是呀 陳啟宗啊 那就是馮英倫啊 Exactly 陳啟宗說過的 以前是 因為他 他是說 因為這個中環的地 已經是被英資霸住了 但是你可以發展 你只能夠跟英國佬談 如果你去到這個 無論是大嶼山也好 還是新界東北也好 新的都城是完全屬於政府的 我想怎樣發展就怎樣發展 OK 多謝KLKT 剛剛找到新公 恭喜你找到新公 就請我們喝咖啡 真的找一次出來喝咖啡 或者是 OK 那好了 我現在就說了 你說兩個政治意味 作為黨員來說 關注東北的開發問題 首先你要關注 你要想中央所想 講中央所講 這個問題 第一 第一 政治意義 就是要融合中 深港 深港同城 講了很久 第一 就是要融合深港 那些什麼濕地 什麼綠化大 話之理 要來做什麼 大陸地運破壞了不少 以前要區分中港兩地 那就要天然的隔閒 就不讓人 就要偷渡過來 現在就是要吞併你 其實深港融合就是要吞併你 深圳吞併你 長遠來說 所以呢 你要開發東北 生地變屬地 夜意就在於這裏 這個就是不勝功本的了 這個就是 長期以來就覺得 你香港人 始終是港獨之心不死 第二的夜意 就是利益固化繁利的問題 他不開發東北 你自己沒有地產商 你不相對於那些地產商 那個地產商 就是地產商 你有那麼多的時候 你就沒有談判權 沒有談判權 那你就被地產商拖著後腿 所以你變成 香港特區政府 是聽地產商話 多過聽中央話 因為你每次都用你自己地方的問題 去散佈中央 所以呢 主要來說 如果以梁振英的身份來說 你現在還是不是共產黨 其實這個就是忠誠的問題 李家超的忠誠肯定沒有問題 Until now 梁振英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來的 是 那你現在無端端說 他們不能夠拍腦袋 我是李家超的話 我自己都有些不分的 我不是代李家超說話 但是我明白為什麼李家超生氣 為什麼不能夠拍腦袋 就是一時衝動要開發東北 這是長遠的計劃 是梁振英那一期已經開始 甚至乎遠到去 曾蔭英權已經開始了 但問題是 梁振英醒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以前在此笑他 說了當做了 你看到任內做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牙籤柳 就是他 他的說法就是 就是想跟李家超說的 就是說 有黨性 黨性是用來講的 你看看你自己的錢包 掙花多少錢 猛餅 這個就是聰明的黨員 但是 今天李家超呢 我都還沒等你 李家超生氣就生氣 說得知你 梁振英 所以他今天再加一句 我想 如果你講這個時間計的話 梁振英今天看了 應該看了李善志所說的 梁振英是明報的讀者 來的 至少他老婆是 想當然 想當年 就是蔡子強 在明報裡面寫了一篇文 是吧 就是激怒了 梁太 是吧 然後他就說 什麼冷血惡毒 是吧 倒抽一口涼氣的名句 就是在這裡走出來的 梁振英就是明報的讀者 他就說 如果土地和房屋供應 以及供應前的開發 是越多越好 不計成本的話 是不是應該在地圖上 再畫多幾個填海區 是吧 如果不是的話 要多幾個 和少幾個呢 的根據在哪裡呢 做計劃的量化股算 不一定準確 但是工需就必須量化 而且要細化 打個比喻 煲糖水 就一定要放糖 但是糖 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越早買越好 一家人 經常煲糖水 廚房是不是要儲存十斤糖 這個是量和時間 拿捏的問題 這個就是串拒 大哥 你開發還開發 你現在開發東北 就等於說你 你的廚房裏面要弄十斤糖 一來這麼暗糕 就是說你現在開發東北 就很暗糕了 是吧 字面上他沒有說過 他是沒有說過明日大禹的 他沒有說的 我們大家都猜 猜到一件事 他一定是集中廣東北的 是啊 就是這樣說 其實呢 所謂呢 供需的問題 其實都是偽名題 香港長期來說呢 以往香港經濟的底 就是不 什麼時候開始講公需呢 真是講公需呢 是2019年之前的事 2019年之後的事呢 就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 以至到走資 以至到很多外國的外資要爭相走 整個香港是大水池來的嘛 現在你的國際成份變少了 原本你就想著 就是叫做 就是怎樣 就是你外資走了 那你就中資 就多點進來 但是問題就是 連中資都不會 都不肯 都不捨得 去租那些甲級寫字樓 都沒有 就是外資那麼大手筆 去買樓 他們買 但是他們短期的 由東莞銀行的 買來是走資的 買來完之後 椅子一排完之後 他就變了影子之後 然後走資 在說大陸餐廳 現在都是這樣 你說的是 做四個月 然後走到錢下來之後 就倒閉了它 所謂公需問題 公需是短期的問題 長期來說 就不是公需的問題 我覺得是 長期來說 就是經濟的基本因素的問題 反而我覺得 今天《信報》這篇寫評說得不錯 其實是 由一開始 就說三件事 就是 至少短期內 你看到現在樓市 自從減息之後 不是 先切辣 之後減息 刺激有限 是嗎 最多就是 你減息之後 你刺激了膠頭 但是樓價 但樓價不上升 二手樓好像升了一點 但是你都升不上 起碼今年的跌幅 是嗎 那麼他就說 他現在回數 起碼近來 就發生了三件事 是很標誌性的 第一 小力園沙田圍 路 和小力園路 交界 那塊住宅地 有10億批出 中標的 就是樓茂集田 但是 那個地面赤價 就很便宜 中標 中標價就很便宜 3300元而已 大圍 小力園 就是馬鐵圓線 小力園這塊地 同七月的時候 同區小力園 圓順圍的住宅用地 那時候的投標價比 已經跌了15% 短短幾個月 短短四個月 短短三個月 跌了15% 雖然你投好地 雖然是好事 但是 你的地價也跌了 但是 第二 這就是 啟德道 沙鋪道發展的 這個 這個 投標 最後 就說 市建局 九龍城的啟德道 這個標書 最後只是獲得一份標書 最終 就留了標 留標的原因 其實只有 詳實入標 但是原本 有三十份二項書 一開始的時候 九龍城這個地皮 但是真正入標 最後只得 詳實 意味著其他 全部都打退堂庫 這個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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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 三十份二項書 最後一份都不投 的話 就太養衰了 所以是不是 都找一個人 這個可能是 很有那種 很有那種 就是 遺飆意味 不是啊 顏寶江都介紹過 當 去年 還是 去年年尾 這個荃灣油金頭 大家是 會見到 很多小的地產商 其實都是嘗試過 撈底價 三千元一尺 再不是的 大家二千五 二千二 跟你對下去 看看 你政府 肯不肯被他撈底 現在 現在 你現在至少競爭都沒有 最後入標就只有一個 要不要就扔就 是不是 要不要就扔就 十萬個貨美 你不要說 詳實不投地 詳實有投地 只不過 條件不對 又是不到價 又說有額外的條款 第三 就是 這個就是 猜響物業股價署 最新的數據顯示 樓價指數已經連跌了五個月 去到八年的低位 你會覺得 如果這兩天都有聽過我們節目 好像有少少矛盾 昨天我們說 豪宅價 好像就起碼回亂 主要就是外資大行 大春代 大Banker 紛紛回流 中原領先指數 這兩個星期 是回升了 是 是 如果你說 豪宅 豪宅 豪宅可能是很低的 但是豪宅 你也要多看一段時間 因為 你在說什麼波魯道那邊 阿祥宅 他現在 之前被人打定的波魯道 是不是可以再推動 如果賣到出去的話 那就真真正正 流氏復甦 那又見底了 豪宅 豪宅 但是如果你說 至少今天我們信報說 這三件事件 三宗事例 對於一般人來講 對於一般香港人來講 似乎就拖不住了 是吧 我想都是 有一種情緒就是 喂 就算現在你的市況好一點點 都是 起碼你推得動的成交 起碼就是那些移民盤 才走得切 但是你是不是說 可以持貨長一點 讓他回家鄉 那就未必了 這個就很難 你說中下價樓那些就是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看回 那些月頭本土研究社 都是出了一個 topic 甚至這個 topic 是被日經新聞 拿來做專題的 那他的說法就是 麵粉價佔麵 等一下 麵粉比麵包便宜 那麼信報他就繼續說 就是說 其實呢 你看那個 投標的情緒來看的話 其實很有指標性的 尤其是 現在講啟德那個 流標這個 因為其實你 你搞樓盤 起碼要搞幾年 因為鎖住龐大的資金 發展商是不是入場呢 你就要判斷長遠來說 樓市樓價的走勢 是吧 但是偏偏物業股價署 物業差響物業股價署 就告訴大家 九月全港的私人住宅的指數 回落到287.9 就是什麼意思呢 按月就跌了1.67 安年就跌了12.52 安年跌12.52 又不算多 因為我記得去年瑞銀 今年全年都可以跌兩成 但是如果你說 今年最 icon的就是 舊啟德大廈太豐的赤價 大哥 人家虧本 成本價是1.9 他14000元賣給你 如果你說 跟這個2021年9月的歷史高位比 是下錯了27.68% 很多利好因素 雖然已經陸續浮現 但是見底的訊號 還未清晰見到 所以發展商才這麼謹慎 但是這樣說 再補充一下 詩永青幾個小時前都接受訪問 他都說 對於樓市 他覺得明年才會回穩 叫大家看定些 但是如果你說供需的問題 所以我就說 這個不完全是供需問題 因為同一時間 你說那些租盤 那裏又很厲害 這個就是 林小露 是不是林小露 林小露 林小露就說 租金很快 就會超越2019年的高峰 這個就算 不管是不是他講 還是誰講 這個我相信 如果 剛才 梁振英說供求關係 現在不是供求關係 因為至少 你租務那裏是很旺盛的 無論豪宅 以至中下架樓 全部都很旺盛 所以其實這個不是供需的問題 你純粹說 住屋需求 一向都有在 問題就是 情緒問題 你長遠來說 看樓市是升還是跌 如果你長遠的預期是升的 我見底了 有個理由給我見到 是可以上上去 不會比現在 那些人就會搶著買 正正就是現在的人 看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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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連發展商 他自己都不敢下注 如果連發展商都不敢下注 一般人怎麼敢下注 很簡單 他不敢下注 是因為他現在都在虧賣 你想他怎樣 是啊 所以 如果我預期 你虧賣 甚至乎 之後有大把貨還沒催 那我就先看定一點 如果我預期整個減完又減 那下次先減 這個就變成了通縮的預期 你在看那幅貨美地圖 我記得本土研究社做過一次出來 啟德是重災區 你當年起動九龍東 就不斷推啟德的地皮 甚至是說 這個恆地里加 都幫你海航摺了一塊靚地 高銀集團那些 現在很多在曬太陽 新世界在曬太陽 那些你怎麼算呢 你要幫他們才行 所以其實現在就是那個 主要 梁振英 他現在講工需問題 又什麼報糖水這些 其實就很 其實 我就講 以他身份講這些說話 其實很有問題 其實是 工需來說 就算 你真的從經濟的角度去看的話 他這番說話 都不完全合理 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意志 去捕起樓市 你的意志 你是不是想 其實你是撫平 市場上的情緒 給大家一個預期 施政報告有的了 施政報告就說了 所有人都有責任 去托住樓市 起碼就是要你現在那些 就是由最低層那些 住劏房 要取締劏房 然後擠他們出來租樓 昨天出 那公屋那些 又要靠督灰 擠他們出來 去租樓 昨天留言板的網友都在說 香港真正的經濟火車頭 是地產 是樓價 你不全民托市 你不拘捕 地產商沒有辦法推動市場 政府其實一直都在虧錢 是 所以 這個就是 最後就說 房地產是百業之 沒有財富資源 現在正正就是 個個都信心不足 才令到樓市委非不振 大家預期樓價仍然會跌的話 無論政府 推出的麵粉價 多麼便宜都好 發展商多麼前賣都好 降低麵粉價 都會沒有人幫襯的 但是現在一旦 大家集體預期麵粉 所有的東西都加回的時候 就會搶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大家都明白 這個道理就是 零買當頭起 是的 問題就是 年頭的時候 大家預期 首先預期切辣 切辣不夠 接著就減息 好了 至少短期內 還有什麼因素 給大家重振回信心 你不要跟我說減息 因為減息週期已經開始了 其實預期已經在了 依然是攤不住 那些人買樓的義勇 那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地產商都說不到 給你聽怎麼辦 你不要問一般人怎麼辦 哈哈 地產商播了一條老命 好說不好聽 是啊 最多你就是 唯有發爛炸 就說什麼 你惡意不投地 惡意不買樓 那些人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地產商不是單純買樓的 大哥 他有堆舖的 現在說的倒閉潮 租都不知道怎麼租到出去